全民強制檢測仍然是在我們規劃裏面的工作 但是當然什麼時候去啟動呢 要考慮香港的疫情 和在什麼時候啟動呢 它會達至最佳的效果 但是如果不做細化方案和不做籌備 根本就沒有機會可以做一個全民強制檢測 所以現在特區政府的立場 我們一直在細化方案 在籌備具體執行的時候 人手、地點、資源、物資 是否能夠準時到位 但是什麼時候做當然就是要看 什麼時候達至最佳的效果 有兩種說法 如果說用全民強制檢測來知道 現在香港的感染情況 這個其實滑腿不需要 因為現在已經大量使用這個快速抗原測試 我相信現在每天 就是限定做一百幾十萬 因為我自己天天做 我的局長天天做 我們回這個寫字樓 很大部分同事都是天天做的 所以這一種這麼廣泛使用快速抗原檢測 已經給我們可以幾好地掌握香港目前的情況 尤其是有了這個申報的機制 所以另一個一般認為 傳聞強制檢測 因為它要強制和傳聞就是清一次 做一次不夠做兩次 兩次不夠做三次 希望屆時能夠將仍然盛餘在社區裏面的隱性傳播鏈 或者隱性的感染者 都將它抽出來 抽出來將它隔離 這樣就可以切斷了那個傳播鏈 從而令到香港 是可以達至到一個結束那個疫情 或者走出這個疫情的情況 我們一定會掌握疫情的情況 而決定綜合地考慮 究竟在什麼時候進行這個工作 但是這個工作規模之大 沒有回一段長時間的規劃是不可能做的 就是如果明天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無論是達至什麼的結果 是要做 但是如果特區政府沒有做過足夠的細節 和詳細的規劃 甚至去動員了一些人和物資 是不可能做的 我們只是要去找這幾百個 放在港九新界 用來做採養的地點 都是一個很細緻的工作 因為每一個地方要看 它是否適合 所以現在的情況就是 規劃和籌備繼續進行 但是不是優先要禁制去做 什麼時候去做呢 就要綜合考慮 也會考慮專家的意見 今天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